各位,我們現在開始 回顧一下今天學習的媒體文件格式轉換 其中是關於照片轉換的方式 我們現在開啟了手機之後 點擊那個程式鍵,去找那個程式 如果國內的手機沒有這個程式鍵 你直接去找那個縮小照片尺寸的軟件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點點它 現在開始去找那個東西出來 那個東西就看一下 找到了 好,就是這個,我們點它 現在開啟,開啟裡面它就會 叫我們去選照片 一個就是在手機裡面傳到的圖片 一個就是現在你即時去拍的圖片 我們現在選取選取 就是手機裡面的,我們點點這裡 開啟,去快度瀏覽那裡找那些照片 點點點它 然後我們就是 隨便找一張 在相機上片 相機上片 不要這個了,看看 上機上片 我們隨便選一張 選一張 我們就看到這張,你見到這裡有個格式的 這裡有它的資訊 是4128 那個是4128乘2322的,相當大的 是2.1個米的 好了,我們現在選了這張圖片之後 去壓縮它,點一點它,在這裡有4個位置 第一個分享,第二個縮減 第三個財設,第四個旋轉 我們主要就是縮減 點點縮減 縮減呢,我們假設間 找一個比較容易記一些 其實這個就是按照你的需要去選它的規格 你說不知道什麼,不要管它了 你現在未認識,明天才認識 現在我們假設間間是640乘360 點點它 好了,點了之後,它現在就 搞定了 我們點點它,看看它現在轉換成是多少 是不是,看到了嗎 640乘360 好了,我們現在就要保存它了 我們繼續 看看,點點它 因為 正常你們的手機可能 在右上角這個位置 就會有3點 那個是功能鍵 我這部就在左下角這裡 我點點它 弄了出來,看到有 傳承這裡 我們點傳承 它就告訴我們 你新做了裁減了那張圖片 是存在這個file那裡 我們就儲存 完成了 我們去找它究竟在哪裡呢 我退出來 退回主業前 好,去找這個快途瀏覽 快途瀏覽 點點它 這個就是以前那張的 這個我們不要看它了 退出來先 退出來先 快途瀏覽裡面 我們去找個file 其中它有一個file是指定了 是它自己開設了的 我給你看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它本身的名稱 縮小圖片尺寸 DLC4-2 size 這個是做了的 我們點點它 再看看它現在的規格 在這裡三點 然後看資訊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尺寸這裡 已經是640乘360了 即是已經是縮小了 我們確認 我退出來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做法的了 我們退出來了